房东慈激不想去租好乐迪松龙店下月恐歇夜 什么好乐迪松龙店要收了 南港松山信仪区的歌友们以后要去哪听歌 蛮可惜而且很不方便 因为如果以后要唱歌 可能就一定要跑到中小冬龙或凌生杯 很可惜 食物还蛮好吃 威北市松龙路327号地下一楼好乐迪松龙店 在大门张天歇夜公告 表示将营业到本月21日 好乐迪向苹果新网证实 房东慈慈激基金会已成租13年 他很早就不想租给我们 所以我们是每年很努力的去争取 到今年他就是真的下定决心不租给我们 对方屡次表明不想续租 今年正式要求测店 不过今上午接到电话 慈激允许可营业到10月 强调人会努力洽谈续约 同时寻找新店子作为备案 好乐迪2004年4月风光开幕 当时还邀请SHE单人嘉宾 不仅是全台首家旗舰店 更抢先推出大包厢的总统厅 可以同时容纳30-50人 也是第一家推出新出坝的据点 苹果调月藤本发现 该店所在位置为宗教大楼 每瓶月租金大概是在1000元左右 那交易价码可能每瓶约50万 那现在市场可以接受的总价位 这样换算的话 大约是在5.5亿 那出租可能是在100万左右 那投报率这样算起来大概可以超过2% 以地下室店面来说 那其实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投报水准 房仲业者坦言 宗教团体找集会场所 会避免顺色场合 产权直属更会筛选 除了租金考量 也可能是不续租的导火线 过去当地因为好乐里松荣店进驻 带动周边商业效备力 不过也因为出没分子复杂 影响周边住宅品质 不过对此此次迹回应 他们是一年一租 租约到齐后 将用来做志工教育 及慈善关怀的据点 未来好乐里前走后 遇布对周边商业有减分效果 对于住宅产品都有加分的效益 该目前附近住宅产品以公寓为主 每瓶成交价约落在五到六支筒 未来有机会 因好乐里班前 增加购物者买房意愿 带动区域房市交易量能增加